新北市金山警分局 前華派出所 無姓所長 丁謙在派出所內執勤的時候 突然昏倒 失去議事 送禮之後 仍不至身亡 長年五十歲 議事初步研判 是急性新陰性休克致死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前往醫院探視 慰問家屬 並且強調會重寬重憂 曹英公死亡來撫恤 又傳出遠景猝死意外 新北市警察局 金山分局 前華派出所 無姓所長 二十一號上午大約 十一點半 在派出所內執勤時 突然昏倒 失去意識 在場遠景立即撥打一一九 經送往臺醫院 金山分院急救後 仍然不致死亡 享年五十歲 醫師初步研判 是急性新陰性休克致死 警方表示 無姓所長在金山分局服務二十多年 曾在轄區內多個派出所任職 經常在過年過節時慰問孤獨老人及弱勢 平時表現相當優異 也沒有聽說有心臟或其他慢性疾病 今年七月才調任現職 沒想到傳出意外 同仁們都很不捨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也特地前往醫院探視 並慰問家屬 經過醫生的判斷是因為心肌梗塞而死亡的 我們對家屬一定從寬從優 朝因公死亡來撫溪 侯友宜表示 將依照家屬意願 將遺體移往板橋 由警察局協助處理後事 而警方也強調 錢花派出所是偏遠的派出所 業務量不向市區派出所 而且所長排班是自己安排 並無所謂過勞的問題 記者 藏會報導